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7月20号的凤凰每周快讯 我是Vicky陆景仪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讨奥巴马20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白宫发言人表示两人谈及极端组织 伯克胜地的威胁并同意双方要加强在反恐等安全领域的合作 另一方面 美国东部多地19号遭遇剧烈的夏季雷雨侵袭 造成洪水泛滥及房屋受损 一名孕妇连同两名子女不幸言辞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和古巴敌对54年之后 星期一零点全面恢复外交关系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正式会晤古巴外长帕里利亚 另外 包括古巴外交部长帕里利亚在内的古巴官员 星期一在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出席开馆庆祝活动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指出 美国政府没有足够强调古巴人权记录 美国与古巴于1961年断绝外交关系 次年时任总统肯尼迪正式宣布对古巴 实施经济 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此次恢复外交关系能够促进两国正常交谈 但是禁运令条令目前没有解封 7月18日洛杉矶警方在位于比伏利山庄 一处住宅的游泳池内发现一具21岁男子的尸体 其死因为溺水 之后警方确认此处住宅主人为演员戴咪摩尔 摩尔本人在得知此事时深表震惊 他表示事发时他在国外参加女儿们的生日聚会 他同时也对死者致以哀悼 并希望媒体能够在这一敏感的时刻 尊重所有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警方说事发时摩尔及其家人均不在家中 但是摩尔的邻居向媒体透露 此前摩尔的孩子曾在家中住过数周 几乎每天都举办派对 据称死者于午夜溺水 体内检测到酒精残留 今年事二战结束70周年 日本的三菱公司代表周日在洛杉矶 向战争期间遭受该公司奴役的 前美国战俘正式道歉 周日下午 洛杉矶展示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宽容博物馆 94岁的前美国二战战俘 詹姆士莫菲和日本三菱公司的代表握手 接受三菱公司当初奴役战俘所做的道歉 三菱综合材料诸事会社的前身 三菱矿业公司在二战期间 曾强迫包括美国战俘在内的多国战俘劳动 这次道歉行动是日本大公司第一次就此公开道歉 三菱的董事杰子刚本表示 不仅没有得到指责 反而得到了原谅和宽容 他表示也要为没有及早道歉而道歉 在美国天纳西州枪杀五名军人的男子 其父亲周六 对其发动的袭击表示谴责和悔恨 同时透露他儿子身受忧郁症所苦 阿布杜·阿基兹杀害了四名陆战队员 于一名海军士官 接着在和警方的枪战中身亡 前番家人周六发表声明表示 震惊恐惧和悲痛 病指儿子身受忧郁症之苦 阿布杜·阿基兹去年在越旦生活了七个月 这是他第五次前往越旦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 形容这起袭击是受到伊斯兰国鼓舞的袭击 但联邦调查局否定了该案件 与恐怖组织的关联 联邦调查局已经请求外国情报部门 帮助追踪阿布杜·阿基兹在国外的路线和活动 好了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全美各大平民媒体的新闻消息 日前加州中部和南部迎来罕见暴雨 强降雨造成加州沙漠地区 一段洲际公路的高架路段坍塌造成一名司机受伤 加州公路巡警称 途经该州的10号洲际公路上 一段高架路段在当地时间19日晚间发生坍塌 由加州通往亚利桑那州的东向公路因此中断 西向道路没有受到破坏 不过该方向的交通也因为道路检查中断 此外加州至亚利桑那州之间的交通也因此中断 当地消防部门人员称道路坍塌造成车辆事故 一名司机因此受伤 这名司机已经被送医治疗 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 2014年美国公有就业人口1.35亿 平均年收入4.723万美元 企业高管才能拿到10万美元以上的高薪 但有些听上去不那么光鲜 比如电梯维修工等职业也挤进年薪10万美元的行列 美国劳工统计局说 这些安装装配合维修 货梯和客梯的人平均年薪7.65万美元 该行业前10%的高收入者平均年薪甚至高达10.96万美元 而拥有田地的种植户 牧场主和其他农业经营者也属于高收入阶层 另外家政学课程 饮食与营养 旅游策划 人际关系等多个领域 课程教室平均年薪也高于10万美元 此外数学家天文学家 殡葬服务经理 戏剧表演化妆师 交通检察员等职业也挤入年薪10万美元的行列 此前广受关注的中国留学生替考案中 一名被告16日 在彼兹堡联邦法院听证会上承认犯有考试欺诈行为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 他很可能将被驱逐出境 25岁的中国学生李碧元向法官承认 自己花费了5990美元 从一家中国公司购买了一本假护照 交给一名雇佣的枪手作为身份证明 替其参加去年12月的GRE考试 并用替考的成绩申请了 卡内基梅隆大学 康奈尔大学 布朗大学等知名高校 15名被告被指控 涉嫌替他人代考或雇佣枪手 替自己考试并伪造身份证件 涉及的考试包括GRE、SAT等语言考试 该案的刑罚可高达5年徒刑 以及25万美元的罚金 但鉴于外国学生 目前还没有这项罪名的记录 所以可能适用缓刑并被驱逐出境 最后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安省上诉法庭周一做出裁决 长期居住在海外的加拿大公民 无权在联邦选举中投票 这不仅推翻了早前给予这些海外加拿大投票权的裁决 而且意味着100多万居住海外超过5年的加拿大人 不能在联邦大选中投票 此前有两名旅居美国的加拿大公民 告上法庭 挑战禁止海外公民投票的条例违宪 而在去年5月安省高等法院法定裁定 1993年实施的加拿大选举法中部分条例违宪 应该让100多万家侨可以参与联邦大选投票 但目前又在上诉法庭被推翻 从明天起 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加拿大家庭将陆续收到支票 这是来自联邦政府新改革的全民 有5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将会收到每个孩子每月160元的福利金 同比新增了60元 另外有6至17岁孩子的家庭 也将收到每个孩子每月60元的补贴 之前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没有任何补贴的 全民托儿福利是政府通过直接财政资助的方式 让孩子能够接受托儿服务 让父母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而设计的福利 无论家庭收入如何 只要家中有符合年龄段的孩子的家庭都可以申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了 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每周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Vicky陆景仪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奉典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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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